恭喜所有在五一勞動節接受表揚 六六大順 66位我們台鐵的模範勞工 那也特別感謝今天我們台鐵局張局長的邀請 還有我們工會張理事長 剛剛你們製作的影片 把我在跟你們互動的很多的畫面都入鏡 讓我倍感溫馨 還有鐵聯會也是我們張理事長 這個我們台鐵的三張好牌 也看到很多的我們工會界的先進 我的老朋友 我們全國總工會 我們陳吉先生理事長 鄭光明副理事長 還有我看到很多的友會 臺灣公路公務會 黃理事長 還有我們臺灣電力公務會 馮副理事長 對 非常 這個 嘉賓雲集 大家就是在這個 充滿感動跟感恩的時刻 我們台鐵局 我們66位經過精挑細選 來接受代表表揚的國判勞工 感謝有理 有理真好 看你們今天穿得像俊蘭跟美女 這個氣質 又這個 非常的 這個陽光 那確實 我們臺灣人的生活 離不開鐵路 鐵路是最有溫度的 鐵路是拉近人與人之間 所謂的交通 是交流跟溝通 在鐵路裡面發生的故事 很多的 電影電視劇裡面都有很多劇情 所有的人生的 這一個不管被歡迎 我們喜怒哀樂 都因為鐵道 和澳門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 一個比較非典型的交通部長 担任交通部的大家長 我提出的一個理念就是 人本交通 依人為本 要為人來服務 人是交通的主體 我在前幾天也去參加交通 中大學的校慶 跟這個 你是張校長 張豪這個校長 他發現說 在古西亞製裡面 交通 它的原意就是感透 那我覺得跟我的這個理念 太相近了 人本交通就是與民同行 連結共好 人與人之間 因為連結所以共好 那如果沒有交通 包括入海空 鐵公路 這一些美好就會發生 包括電信 郵政 這些業務都是屬於交通部的 也因此我都抱著一個 我覺得各位是 在創造美好 生活的 最重要的推手 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缺一不可 那麼就像一個機器 它的這個零件 它的螺絲 每一個都要到位 也因此在將近 我們有一萬五千名的 我們鐵路局的員工 在每一個人 尤其是 呃 假期的時候 那個藍藍北網人那麼多 七十幾萬人一天 好 難免有時候有一些 呃 狀況要處理 可是各位 所帶來的我們美好生活 這個是全體國人 都要用感謝的心 哦 要感謝有你 那麼 我們 呃 鐵路局為歷史悠久 哦 這個遍布各地 那麼在經營管理上 有時候面對很大的挑戰 那尤其現在民主的時代 每一個人啊 都可以爆料 都可以啊 上媒體 像最近啊 我就覺得有一些好事情啊 很要特別 感謝我們 鐵路局同仁 好 我也看到社會其實有很大的肯定 可是難免也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就是 第四代的 我們 票 部的系統 我上任之後把它演後 就是為了要做得更好 我們跟中華電信的合作 呃 這樣子的一個 讓人們更 友善的可以使用啊 我們的購票手 還可以買便當 還可以呢 有其他的各種服務 這個一次就 我們就超越高鐵 很多立法委員在問啊 公文章局長啊 那一天啊 他說 我們跟過去比高鐵現在比較好 但跟高鐵比怎麼樣 我就請高鐵局啊 我們江董事長給我一個 一個比較 我們有六項都比高鐵好 我們有六項都比高鐵好 因為我們要後來驅散啊 因為高鐵的票務系統是十年前的嘛 那時候的資通訊的設 這個技術有它實的 那個條件 我們現在一定是坦超 戰略 要能夠 追趕超音 我相信 在這個適用的期間啊 因為兩套要並行啊 那有些明記代表搞不好解決 他想說哎呦 啊怎麼樣喔 好像在試驗白老鼠 不是啦 本來就都要做好之後才能夠總驗收啊 不然錢怎麼可以那麼容易就付給 這些城堡山啊 你也給我們保固啊 類似這些 我們過去的反應喔 不要講慢拍 我們慢三拍啊 被人家 毛到這樣喔 已經麻煞到這樣 我們頭都 我們都還沒有醒過來啊 還沒有好好的去說明 啊說明就發個新聞稿 現在不行 喔 馬上對不對 第一個時間 要用媒體能夠理解的 跟平衡的 隔天早報就要能夠兩面的意見 都呈現 像我今天看到的媒體啊 欸兩面並成 讓大家判斷 這個就是台鐵與時俱進啊 好的事情要肯定啊 不能夠只是批評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了解 我們呃 這個台鐵局我們的制度 齁 有一些啊 需要再改善的地方 尤其是員工的福利 齁 這個張理事長 我跟你啊 做得很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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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增加 各式的工作環境要改善 說實在這個是今天在五一勞動節 如果說有什麼罪 大家這些66位代表你們的心聲 除了自己有這個光榮感 代表接受表揚 一定也想講出更多的基層的 我們鐵路級的員工所面對到的一些處境 大家希望提升應該有的福利 包括有一些工時的計算 有一些應該享有的類似國營事業 也有的基本的這些權利跟福利 我想列了一個清單 但是我有表達 我們一定要能夠馬上做的 要讓大家感受得到 大的改革當然需要時間 但是這一些具體的員工的權利跟福利 我特別跟張局長有表達 要跟我們張理事長密切的合作 讓我們的同仁人感受到不一樣 那我也要請社會大眾 也能夠多肯定我們台鐵 我們台鐵承擔了非常多公共運輸的責任 包括有一些路線 包括一些老臥父母的票的優惠 那這些不能都算到我們台鐵 像我們的這個虧損 公路也有補助啊 對於偏鄉 那鐵路的偏鄉呢 路線大家都希望要到 但是 這一筆帳就要另外來算 這個方向我也跟蘇增昂店長報告過 他有支持 應該要把這些項目的性質把它分清楚 我想以上 今天最重要的是 來跟大家恭賀 那也呢 期待 一起打兵 為更美好的台鐵 以及我們台灣的交通運輸 來呢 這個 期許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祝福大家 恭喜 謝謝 謝謝